战争一爆发 中共要来个第二次抗美援朝 可能性非常小 因此主要是恢复习近平跟金正恩的个人关系 因为金正恩2011年上台 习近平2012年上台 过去五六年他们互相不承认 那么互相发生了许多的民争暗斗 那么这个金正恩在观察 习近平的地位稳不稳 那么面临江派团派和其他红二代太子党的争夺 习近平不一定地位稳 一直到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 今年两会之后才坐稳位置 那么习近平对他开始是完全不承认 这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所以一直在对这个朝鲜的政绩搞鬼